扣住康熙快把小S找回来 快去寻找扣住康熙QR扣 拿出手机扫描 把S扣起来 还有公布大奖等你来拿 喂 还等什么 赶快去找 这年头当学生很辛苦 不过其实当学生的家长也很辛苦 我们来看看这一套小学的数学题 不但考倒了小学生 考倒了爸爸妈妈之外 还考倒了不少数学老师 其实我们要来考试的这个题目 是花 根据这个图形 我们要求颇角是几度 就是这个正方形里面 在夹着三角形的图形 网路上考倒一票大人 却出现在国小生的教科书上 到底难在哪 做完这个题目的人请几手 67.5度 67.5度 90-22-23就等于这个讲 35度是这两个等于要三角形的合 那只要求出一个 所以用135度 5-22就等于67.5度 真的是如此吗 考题乍看很简单 但真结点出在考题提示条件不够 数学老师说正解就有可能变无解 经过我们测量 我们看到这两股 两个边都等长 经过实际测量 三角形的两边的确各是8.2公分 是等腰三角形 但网路上的确就出现了分歧 有家长直接认定三角形为等腰三角形 因此拨角算出67度答案 却有另一位数学老师反对 认为三角形非等边 拨角正解是68度 但面对复杂数学问题 大人已经够伤脑筋了 出现在国小生的教科书上 令人质疑的是 真正的目的是要测验程度 还是考岛学生 最近的张浩凡 周宇的台北采访报道